今天我朋友來載我去Costco買東西 咦?我的車已經到了 Hello 早安 早安 昨天已經過了 是啊 是啊 幫你打架 沒有 你都大殺黑超 誰認得你 我們這裡去Costco要多遠 10分鐘左右 那也很近 是近我們這邊多於近你那邊 近你那邊很多 你們去很近 哦 榮葉漢也是在旁邊 不過我想你們應該會問 不然在Costco也去到 坐了10分鐘車後 我們終於到達百榮漢的Costco 停車後我們就去拿我們的購物車 進去的時候 職員就會看看你的會員證 那你就可以進去 哇 電視 39000 TCA有98吋 計算是900多嗎 是啊 即是一萬吧 這裏有些很奇怪的 你一定要看 我知道 有些是no-98吋 野食物有些是no-98吋 這裏的電視機 相對來說 價錢是比香港便宜的 而且英國的電視制式 和香港是不同的 所以接下來的朋友 就可以考慮一下 不帶電視機過來在這裏買 就買了 後院要買這些 10就是這裏 買了嗎 這個很厲害 這個是燒雞 它燒雞可以很滑 和鬼似燒鴨 那又不是很貴 不是啊 1000元 對啊 10000元 你經常說空氣清新機 這裏有得買 現在第一次來 真的好像大鄉里那樣 這些不合我用 我家裏有小狗 掃了一塊糞便 不是啊 掃了一塊糞便 把你家裏抹到 整個屋都是糞便 這個Youtube那些人 經常說 是吸塵機來的 這裏有些 廚房小家電 也不是小家電 雪櫃也有 不是洗衣機 咦 開始有氣炸鍋部門了 這個是不是 多少錢啊 我不是就買了 40多元 40多元 我可以載到整隻雞 整隻醃了的雞 今天就是主要來買這個 現在回去 可以不停炸東西了 這個再拾水了 這個很棒 這個很棒 也挺大的 切幾個檸檬下去放 但不能浸太久 要很快就喝光了 因為這次 都是我第一次來Costco 所以沒有什麼目標去走 這樣就逐行逐行 逐行逐行 逐行逐行逐行 工具又逐行逐行 這裏的Cutting Board 都挺大塊的 這塊我來上一塊牛扒 這麼大的 這個拆麵粉 我們之前 在香港也買定了 原來這裏都有 這裏都有按摩椅 這裏有按摩椅 這東西又不是貴的 即是香港差不多 4萬 去哪裡買廁所東西 地板啊 都知道是 現在看到這一行是汽車用品 有洗車、打納的東西、工具等 選擇都真的非常之多 所以如果你要選購的話 最好之前上網讀書一下 才有目標來購買 就會好很多 在牆的中間有三賣 都是Sport Brand、Champion、Dama、Adidas、Like 那些都有 但是款式合不合心水就零計 價錢就中間大概30多磅一件衛衣 之後我就去了食物部 之前我就要經過一個紅酒區 都非常之多選擇 嘩 你看這裡的蛋糕多大 我覺得兩個人真的不敢買 買了應該放到國旗都未成員 反而路過看到牛角包都頗美、頗新鮮 不過這次沒有買了 下次來會買 你試一下 接著我就走了去露營區 因為天氣都開始回暖 所以這裡的人就開始去露營 它主要是買Glamping 用品 所以那些器材是大件一點的 除了露營也有水上用品 Cayette 直立板那些都有得買 當然不少得有單車賣 好了 那我的朋友就終於載我回到家了 那今天在Costco 買了這堆東西 那今天買了什麼呢 主要有些肉類、食物的東西 有些日常用品 那樣的 那首先就買了一堆很大的 雞胸肉 然後就是這些我們平時可以自己吃 又可以給狗仔吃 然後就是一堆這些很大的 豬腩肉 那我可以分開包起來 那就可以煮很多不同的菜 那另外呢 還有一堆肉就是 文明已久的Short Whip 就可以起了一些骨頭之後 就可以用來 切片打火鍋那些 那我就有時間搞了 那待會我就會把它 分開一包一包地冰了它 那另外就是 一盒這些蝦 那可以就這樣吃的 我的朋友說都不錯的 所以已經買了 那接著就有一排這些芝士 那都挺划算的 那就是因為我這排 我一天早上吃肢腿治的 那所以買一包在那裡 那它差不多有一個月的 那我可以煮一下意粉 那都可以加 那另外 對啦 還有一個食物就是 一包這些日式煎餃 那也是我朋友推介的 那所以 就買了 那接著調味料就買了這幾樣了 那就是一個黃香粉 有一支很大的Tabasco 這支很大支 很大支 因為我很喜歡吃Tabasco 那接著就是買了一些沙律醬 因為都想吃一下沙律 不是下下煮飯的 所以買了兩個沙律醬 接著就是 鹽媽之前一直都是漏買了 所以買了兩匹鹽 那都挺好的 它一個補充裝 一個是可以扭扭扭的 接著就是買了這支 牛油果油 因為其實我在香港都吃開牛油果油的 挺健康的 可以降膽固醇 那這裏 是不是 多少錢 十二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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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磅一支 那接著 另外就買了一些雞湯粉 那可以用來開湯煮一下麵 粉絲 那都可以 那之後就 我自己很喜歡喝的麵粉絲 就買了兩支 就買了兩支 那另外就是洗頭水 洗頭水 都是買了四支 應該是一個是護髮素 一個是洗頭水 洗頭水 洗頭水 先放一邊 那另外這些廁紙 因為Costco買的東西都很大 所以 就買了一支 一支裡面有四十 有十包這些 那接著就是這個 懶人之寶 就是有時候不想煮 或者早餐 或者下午肚餓 Indomie 那我買了一箱 好了 那最後就是今天買了最大件的東西 就是一個 氣炸鍋 那有時候如果不想開焗爐 或者想焗雞 或者雞翼 都可以用這個去試 那之後再拍開箱 看看怎樣用這個東西 好了 那今天去Costco的戰績就是這樣 那如果喜歡 就給點讚 訂閱 分享 那今集就到這裏 拜拜 拜拜 我們繼續煮好 1 2 3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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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